哪裡來的朋友 久不來久不來 廣山藥地關貿街的紅貨油 你的下一段的壯遊旅行是哪裏 我要去日本北阿爾必斯山 南太平洋嗎 我想去的地方太多了怎麼辦 叫阿帕拉齊山景 南美洲的就是高原 巴塔哥尼亞高原 或者是那種秘魯的 印加文化的那種古道 想去那邊看看 中山道 確實這些東西是我想說 疫情以後如果有機會 那當然如果需要國家的話 冰島跟紐西蘭也很想再去 疫情這兩年多 發現當你不能出國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地方你沒去過 然後我忽然想到說 我最想去的兩個地方是剛好很懸殊的 一個是南邊的南太平洋島 一個是北邊的格陵蘭那一帶 就是大麥往上延伸的格陵蘭那一帶 那是大家非常陌生的 就是說這個世界好像 我不知道事情還很多 我就想選擇那種 就是我本來沒有想過要去的 這樣子 我要去日本北阿爾畢斯山 這所上高地到立山黑部的路線 這段路線是 有幾個日本的博物學者 來台灣做了很大的貢獻 之後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都在那一條路走過 我想走過這一段 借穿農資界也走過的 小舟家借穿農資界也走過的 這段路 向這些博物學者致敬 同時也透過這樣的旅行 來更進一步的對話 我覺得最好的對話就是 回到他們的故居地 走他們年輕時走過的路 我想去的地方太多了怎麼辦 Bruce Trail Bruce Trail是 今年我們會透過山海郡 國家綠道 裡頭有一段就是 特復野古道 會跟加拿大的Bruce Trail 來締結有一步道 除了剛剛講 加拿大的Bruce Trail之外 其實我還想去叫阿帕拉契山境 明天也寫了一本書介紹那裡 它有3500公里 然後它是全部都用志工來手作 來打造的一條步道 我幾乎已經能夠背誦它所有的歷史啊 它的特色 但還沒有去走過 所以我也想能夠親自去看看 這個全部都有志工 而且它已經有100年的這樣的一個歷史 的一個長距離步道 這應該是一種朝聖的心情吧 謝謝各位 我本來不見 不見 我本來不見 不見 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 在看他 我們就在看他 他有多少分 affirate